- 動動動動講 動動動講大家好我是動動 轉眼間兩個月過去了 國際版的SM9也即將問世 動動的爆肝授錢分析影片系列又要來囉 在此特別聲明 此分析影片只是提供一些主牌方向跟想法 並不一定是最正確的 請理性討論 有好的建議歡迎提出來分享給大家知道 批評我也會虛心接受 但請不要無所謂的謾罵與嘲諷 這對於大環境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電系這次實在出了好多 新興極速滿分的卡片 這些強卡要準備抽好抽滿囉 首先我們來看到第一張頑皮雷彈 要注意這張卡只有在進化的那個回合才能發動特性 任意移動電能量 對於一些能量需求比較多一點的電系寶可夢 有了更靈活的戰術手段 例如SM9最矚目的比卡丘傑克羅姆GX 第一招攻擊完後填三顆電能給後場寶可夢 下回合再進化頑皮雷彈把能量送上去 即可觸發GX招式的效果 電飛鼠 以往的蹭蹭臉頰雷秋牌組最大的缺點 就是沒辦法穩定的在第一回合鋪滿場 然後利用帕奇力茲達到田能最大化 但是現在這張特性電飛鼠出來之後 一切都不一樣了 只要手上有張巢穴球或者高級球 就可以一張拉一張直接滿場 更變態的是電飛鼠竟然才0倍撤退啊 所以可以直接撤退給帕奇力茲去填五顆能量 下回合進化雷秋GX就可以大開殺戒啦 裝備接力棒可以讓攻擊力一直維持在高檔上面 層級許久的雷秋牌組終於可以準備重出江湖啦 閃電鳥 什麼?什麼?你們說我發音不標準?好吧 那之後請本尊出來教教我們名字的正確發音了 這招不計算弱點雖然有點小可惜 但目前的環境被電系嗑到的主流牌也不多 所以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了 既然換位能夠增加輸出 所以傑拉奧拉、換位道具、古茲馬甚至是一些零被撤退的電系寶可夢 都是很好能夠搭配閃電鳥的 這邊特別講解一下為何推薦名單有吉拉奇這張卡 首先它的特性非常強大 一揮耳可以使用一次特性 若它是戰鬥寶可夢就可以查看牌組上方的五張卡 從中選擇一張訓練家卡給對方查看後加入手牌 之後牌組洗牌然後自己會陷入睡眠狀態 看到異常狀態跟一廢撤退 我們就能夠馬上聯想到滑板這張裝備卡 開過特性拿完訓練家卡後乘著滑板撤退 換閃電鳥上去打80傷害 這兩個好機友根本就是絕配啊 卡普敏敏菱形卡 這張菱形卡可以說是只要你玩電系牌組百分之百必放的卡了 從手牌打出就可以分別各填一顆電能給後場的兩隻寶可夢 PTCG的卡片只要有能夠填能加速的效果都是很受歡迎的 也很容易出現在主流的牌組裡面 也因為特性實在太猛了官方將它分類在菱形卡 所以要記住喔牌組只能夠放一張喔 電龍GX 可愛的外表之下卻隱藏著一電能可打150傷害的實力 電器之力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電針 根本就是電龍的專武啊 電針如果沒犯滿4張 別跟我說你在玩電龍啊 攻擊完將氣牌堆的電針全部回收到手上 下一回合再填一顆電能打第二招150 加上4張電針120 再裝備頭巾總共可高達300的傷害 連Tech Team最高血量300的鯉魚王火金王GX都能夠秒殺喔 由於電龍GX是個大屁股 所以傑拉奧拉的特性能夠幫助他完美撤退 SM8的特性電龍和電龍GX都是同一條進化鏈 所以可以塞一兩張去利用麻痺的特性來干擾對手 電器之力是道具卡的關係 有特性激拉旗、電器充能器、妖精九尾、人物卡電磁 可以讓道具快速上手 美中不足的是電龍是二階寶可夢需要吃糖果進化 所以給4顆星 皮卡丘傑克羅姆GX 這個名字實在太長太繞口了 以下的講解會用皮卡羅姆來代替喔 這次SM9出產的新型卡片Tech Team 卡片圖案會有兩隻寶可夢組隊 效果非常強大 但是被擊倒時也會損失非常慘重 一次會被拿走3張獎勵卡 這張卡屬於基礎寶可夢 所以可以吃到場地卡以太樂園寶物區的減傷效果 避免被一波帶走 還可以放幾張阿賽蘿拉讓他回首後再馬上出場 第一招打150可以從牌組快速填3顆電能 將電能填給自己或者後場的第二張皮卡羅姆GX也是不錯 我也推薦一些需要三能需求的寶可夢 例如傑拉奧拉GX、電樹木GX、瑪夏朵GX 傑拉奧拉的特性可以幫助皮卡羅姆的大屁股撤退 電樹木GX的特性可以有效克制愛田雙武的索羅亞克 或者一些愛用特殊能量的小人牌 瑪夏朵GX可以增加牌組的屬性打點 最常見的索羅亞克直接秒掉BJ4R 此外邪惡系的新卡、赤焰咆哮我GX、胡帕GX 也是在路邊嚇到發抖阿 這邊要注意的是GX招式要填6顆以上的電能 才會觸發多打對方一隻170傷害的效果 特性玩皮蛋可以直接任意移動電能完成條件 或者裝備接力棒將能量保留給下一隻皮卡羅姆GX 都是不錯的選擇喔 SM9團隊合作預計在2月1號發售 超過180張卡片 包含了6張新型的Tech Team卡片 4張菱形卡 以及超過25張以上的訓練家卡 想必到時候的Meta又要再大洗牌一次了呢 這個月卡到我要辦比賽還有工作的關係 所以也不能保證能夠在SM9發售前將全部的分析影片做完喔 就...盡力而為吧 覺得我的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呢 按個讚給我一些鼓勵吧 咚咚咚咚牆 我是咚咚 我們下一集見喔 掰掰